2月6號其實是我的生日 後來她告訴我 她說我報名了去武漢 然後我馬上看到消息 我就給她打視頻過去 我說這麼大的一個事情 你不告訴我 你不主動告訴我 還要我問 她說我只會相信我的政府 我的國家 我相信我自己的遺書 我可以去救他們 當時學校她給出的這個郵件裡面 也是顯得非常暖心 我們希望你能參加 我們不僅在尋找亞洲學生 也在同時尋找德國和其他國際的學生 讓我們促進相互尊重和公平的團結 我自己這邊的工作的話 其實我還挺需要 我媽媽那邊的第一時間的消息 我媽媽那邊得到一些可公開的指南 或者是一些病情的一些介紹的話 她會發給我 然後我才會去告訴 無論是德國的學生 還是說一些中國的朋友 母親能在這個祖國需要的時候 多盡一份力量 比她給我生日祝福 或者是買禮物 我覺得更加更加的開心 她現在已經打包好她所有的行李 隨時待命 我希望她能夠像二十多年前一樣 去成為別人的英雄